西九文化區 西九文化區整個地方是有40公頃的地方 而這40公頃當中有23公頃公共空間 所以西九文化區是一個優美的地方 讓市民享用 因為超過一半的地方是一個公共空間 剩下的17公頃 我們建立85萬平方米的樓面面積 而這85萬平方米的樓面面積當中 有四成是文化設施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 無論是M加博物館 到香港故宮 戲曲中心 自由空間 Freespace 就在我們這個 剛才說的40%裡面 當然我們還有很多未建 我們還有很多 現在的Lyric Theater 正在建立 還有一些設施 我們暫時未有資金 但總體來說 總共有四成是做文化設施 在17公頃內的85萬平方米的地方 我們M加博物館 在2021年11月開幕 而香港故宮 在去年 在22年7月開幕 當然 戲曲中心更早 是我們第一個設施 一早開了 然後是自由空間 Freespace 我們整體來說 其實這些設施 在早期開的時候 主要當然 就是以本地的遊客為主 但當我們香港 其實是復常回 尤其是在今年的年初 所有的旅遊限制都取消之後 遊客就不斷地回來 今天來說 無論是遊客 當然包括內地遊客 海外遊客 兩個群組加起來 其實已經超過一半 佔總體參觀我們這個地方的遊人 整體來說 我們M加博物館 由開館到今天 已經超過420萬人次 而今年年初到現在 已經超過100多萬人 應該180萬人 另外就是故宮 由今年年初到現在 都有88萬人來過我們香港故宮 所以整體來說 這些文化設施 對香港的復常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很多人來香港 想有些新的景點 新的地方可以去看到 所以整個西九文化區 能夠提供這些新的元素 讓整個遊客來得到經驗 體驗 西九文化區 其實西九文化區 除了有文化設施 除了有文化設施 很多時候大家會跟金融中心 有紐約和倫敦 紐約和倫敦 不是純粹是金融的 整個文化的氛圍都很強 所以我看到 遇見到香港要作為金融中心 其實最重要是能夠吸引人才 而人才今天是很流動的 他去哪裏都可以 他選擇一個地方 其實他就要看到有沒有工作 但他有工作之外 要看他家人 因為他整家人要搬來 家人搬來的地方 他看的地方 安安泉 子女的讀書 再加上整個城市的氛圍 文化方面的氛圍 所以為何紐約和倫敦 能夠做到一個大都會 其實是多元素的 香港政治也是需要這樣 尤其是今天說 我們人才這麼重要的話 我覺得今天有西九文化區 有整個文化的一個氛圍 能夠幫到我們吸引 和保留人才 一個重要的環節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因素 另一個因素就是 文化的產業 不單是我們西九文化區 只不過我們是一個公營系統 其實帶動到一個私人的市場 有很多的畫廊 也有很多的拍賣行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環 帶動到整個 無論是私人市場 投資的市場 現在的藝術品的投資市場 都很大 再加上就是人才 怎樣去培訓我們多些人才 無論在公營系統 和私人市場上 都是很需要的 所以今天整個 我們西九文化區 是帶動了整個 一個生物系統出來的